结构基本清晰之后 我们开始真正书写样式 首先第一个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是纯黑色 现在真正的网上用纯黑色的 现在越来越少 一般情况下都会用这种颜色 然后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种颜色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不至于黑的发亮 对不对 黑的发亮 好了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用这种颜色来做的话 它是用这种颜色 所以说它应该是这么写 好 到我们这里面去 Style看好我是这么写的 输入Style 敲Type键 是不是自动而然就生成了 Style就行了 好 我们写一个Body Body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整个页面 Body是不是我们说页面主体 在Body里面写上一个它的颜色 现在网上一般喜欢用这个颜色 是警号是3C3C3C 大家记住就行了 这没什么多写的地方 它就是警号3C3C3C 是用这种方式来写 那一个灰色 好 改完之后你看 原来我们这个是黑色 黑的发亮 这样我一刷新 说有点发灰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更舒服一点 不像刚才那样刺眼 好了 有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整个页面的字体大小 不用太大一项了 我们这个看起来还是有点大的 我们给它强制性的改 让我整个页面里面所有的字体 Fontagun Size 是不是都改成16像素就可以了 我们整个给Body来生命的 这是首先第一个大的生命 对不对 好 改完之后我们刷新一遍 我们基本上没有变化 这个也是 我考上加0 我们这个有点偏大了 考上加0 好嘞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的大小已经改完毕了 我考上加0的目的是为了复原浏览器 有的时候我们考上加管轮 这个浏览器变大变小 之后就不好看了 我考上加0 可以快速复原 看的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 那改完之后 下一步操作 我们就更改里面的先通标题 是不是开始 这个标题 我们首先一看 是不是在我们页面中央对齐 看到吗 在页面居中对齐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标题写样式 标题叫什么呀 H1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H1 是不是 扩起来 首先TASTA ALIGN CENTER 看啊 TAC TAC 是不是TASTA ALIGN CENTER 是不是这个东西 你说完之后 直接说TABLE 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有期了 非常的方便 是吧 非常方便 这个样子 我再说一遍 TAC就可以了 后面我们再交给大家更快捷的 好 有了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遍之后呢 看我们的 然后一刷新 是不是到文字中间来了 但是我们发现 第一个的时候 它是不是比较的大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改小一点 好 我再给它一个大小 FUNTA-SIZE 好 输入一个FUNTA-SIZE 输完之后呢 我们输入一个25px 稍微小一点 好 有了之后呢 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看我们的 然后一刷新 好 四季大小差不多了 是不是有点太粗了 看到没有 我们一般情况下标题呢 不用这么粗 怎么办呢 把这个粗性呢 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好 让加粗的不变粗 怎么办 是不是有个FUNTA-MIT 这个改参什么样 NORMAL 还记得吗 是不是让什么 那么粗体不加粗 是吧 让粗体不加粗 这是我们前面学过的 对不对 哎 这个taskline center 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文字水平居中 对不对 哎 我把注释给你写多一点啊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剩下几个 我就不用再写了 那这个呢 是不是一般网页不用 黑 纯黑 是吧 纯黑啊 纯黑 那么用大灰 哎 淡 灰色 好 那淡灰色的就是一般情况下相应度比较多的是3C三 三C 三C啊三C 用这种颜色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当然不一定给你的情况需要就行了 好 用了之后呢 这是我们的h1 这个外星就有了 然后呢 我们刷一遍 闹是不是这个东西和刚才这个是不是差不多一样了 对不对 哎 一样了 标题一样了 好 标题一样完之后呢 我们再做下面这一个下面 下面这个这是一个div 他是不是也要注入这期啊 那这个呢 我们刚才用div来做的同样道理 也是给他一个写一个DIV 写一个什么 Test Alarm Center 就是居中队齐就可以了 我刷新一遍看结果 然后一刷新 然后这文的居中队齐了 但是这个看上去 是不是字太大了 对不对 我们不用这么大 那这个情况一看 我们看目色一下 是不是14号就可以了 不用16号这么大 有点超大了 所以说呢 我就可以让我这里面 给成一个什么样 Found-size size 改成多少 14像素就行了 好改完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 看结果 这我们的 然后一刷新 是不是差不多 大小就合适了 这是我们这一步 又做完了 是不是这一步做完了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注意一下 是不是新浪体育 还有中奖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标题 那这儿一个收藏本 这儿是一个链接 是不是啊 这儿呢 还11人参与 一般情况下 多少人参与 这地方可以点的 是不是也可以加个链接呀 分情况都可以调整 好 那么我们继续深化啊 这个地方呢 有11人参与 这儿我们可以加标签 新浪体育 在这里面 我写上这个啊 哦 在这里面 我用一个span标签 span 把它们来进行了一个包裹 看好了吗 span-span 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写法 对吧 span标签 好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他起个类名 是吧 你也可以这些span 这些span也可以 先span 我们用类嘛 类还没有写过呢 我们写个类名啊 好了 那span在这里面写一个class等于 class等于我们这个啊 就sport sport 体育啊 新浪体育嘛 对不对 可能加C复制一份 他用点的话呢 我这儿是不是就用class 视频点他呀 对吧 好 里面颜色啊 然后呢 cr color 然后呢 我们给个颜色就行了 是吧 f f40 先给一个这个颜色 我们看看什么样子了 然后呢 我刷新一遍看结果啊 然后一刷新 说变成这种新了 中大奖就可以了 那这儿呢 有110亿人 一人参与 按照里 这个可以点的 一点 这个特别是11人啊 一点可以跳过去 那么我就可以给这个11人 11人参与 我先回撤下来啊 11人呢 是不是加个链接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链接是输入a 按type键 是不是之中有个a啊 我用空来代替 把这个11呢 给他拿进去 能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好 刷完之后呢 我们一刷新 这个11是不是有链接啊 这样呢 我一点11可以去留言呀 或者去这么之类的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呢 链接呢 也给他加个样式啊 然后呢 叫class 我们叫参与嘛 我们就叫做part tactic 是吧 我们叫做tactic 然后呢 我们参与一下就OK了 好了 有了参与之后呢 我们就这儿因为用的是类名嘛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在这儿写一个类名 你可以了啊 然后呢 点我们的什么呀 parttic 按加V 粘过来 然后呢 我们给他一个颜色 cl color 冒好 然后呢 我们仅靠 f00是一个纯红色啊 纯红色 好了 有了之后呢 我们再刷新一遍看结果 好 到这里面去 我们一刷新 这个时候变成一个红色了 好 这呢一个收藏本站 收藏本站是一个东西 我们水平放上去 时候让它变化颜色就可以了 你看原来是这样的 水平放上去 可以让它变化颜色 好了 那么到这里面去呢 这个叫收藏本站 这个收藏本文 收藏本文 那它也是一个链接 那你输入一个a 是吧 也是一个警号 对吧 还有警号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也是给它起一个名字 class和变它一样就行了 就我们叫co 是吧 co收藏本站 好 点co扣起来之后呢 首先呢 就让我们来个加速好吧 fantan-vit 然后来个700 对吧 来个稍微粗一点的颜色 然后呢 平时的颜色呢 我们再给它给一个 对吧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color cromr color 警号我们的警号 然后我们来一个ccc 一个回色也行了 来看看什么样子了 打开 我再以 这是我们的啊 然后一刷新 是不是收藏本站 哎 这个可能下次保存一下啊 A-A 就要把它呢 给它拽进去 选定好之后 可能加x 然后呢 一展贴 哎 别乱啊 一个个的来 这样的话 这个A连接又有了 然后我们一刷新 是不是收藏本站 已经有了 那像鼠白一放上去的时候呢 是不是啊 鼠白一放上去 让它变化颜色 是不是可以了 好了 那么你不能写A 骂好好玩啊 我们说了 咱们刚才写的 是不是A骂好好玩 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 是不是让所有的文版的颜色 是不是都会变成一个颜色了 对不对啊 还变成一个红色 那在这里面 这个A啊 这个A的链接 这个A叫一个名字 叫什么名字啊 是不是就这个C O啊 那C O 这个C O 是不是就是这个 A链接的一个名字 class我们说叫类名嘛 就是它的名字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你们先可以这么写啊 把这个A 你看 我说了这个A 是不是它就是等价于这个C O啊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A的链接 它有一个名字叫C O 那我就可以干什么 不用A了 然后点C O 骂好好玩 是不是就可以了 鼠白一放上去的时候呢 让它变化颜色就可以了啊 好 是这么写 颜色 骂号里面的 Red啊 就是几个号F00 就可以了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好 改完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边 一刷新 是不是一放上去 是不是收藏本载 本文 就可以给它搞定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讲了一个小细节 就是这个啊 因为我们说类名嘛 就是这个标签的一个名字 那你叫A也行 叫他也行 是不是啊 就好比是一个人 对不对 一个人啊 这个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呢 就叫做什么呀 就叫做 比如说叫做 张三 好 这是这个人叫张三 那你见到张三的面 你说喂 喂 是不是啊 喂 或者是那个人 那个人 对面那个人 是吧 对面那个人 你这么喊他 张三就看了一眼 就知道是在喊他 所以说你这不是A 是不是就这个人呢 你说那个人 这个A 也可以喊到这个人 那他既然有名字 你说张三 是不是也能够找到这个人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A 就是CO的意思 那我干脆 A曼哈尔瓦 是不是可以改成CO 曼哈尔瓦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把上面这部分 一样快速做完了 还来了个升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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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